因為有時候團友會問到會不會很辛苦 其實張家界真的不算特別辛苦 因為剛才也說到 又有環保車、又有小火車、還有纜車 基本上走得最辛苦的位置都會幫你避過 基本上就是走平路、少少樓梯 就可以看到國際級的美景 亦因為很多團友的 Feedback 非常好 所以今年再遇歸來 我們永安旅遊聖誕隆重呈現 這個芬蘭聖誕老人見面會 世界南無大 秋冬之旅幫你安排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領隊Brian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領隊Phoebe Hello Phoebe 我們上一次剛剛介紹完這個藍半球 我們剛剛又經歷了一個嚴嚴夏日 我們這次就回到秋冬之旅 去到中國的行程 對呀 中國在這個秋冬季節 亦非常之舒服 加上我們亦有些行程是季節限定的 例如看紅葉 賞銀行 這些一大美景都出來了 對呀 十至十二月的行程 想知道更多 記得看我們開箱旅行團 還有要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還有按鈴鐺 又是优先看 Phoebe 剛才我們的Slogan就說 秋冬之旅幫你安排了 我們現在是說十至十二月的行程 所以我們從十月到十二月都有各式各樣的行程 介紹給大家 幫大家安排了 一次過參加了 下半年到就不需要再煩惱了 所以我們十月第一站我們要先去到哪裡呢 我們要先去到湖南省的張家界和鳳凰古城 這個地方因為現在高鐵發展非常快 最近我們剛剛開通了香港西九龍站直達張家界的高鐵 然後回程我們也會由鳳凰古城直接坐高鐵回到香港西九龍 最重要的是這次不走回頭 是的 我們一直順著玩 坐車坐到張家界之後 我們就開始去到第一個最著名的景點 也是荷里活電影取景的地方 我們會去到天子山 我們的行程也會包含整個天子山所有我們坐的交通工具 或者我們坐的叫白龍天梯 門票我們全部都會包含的 是的 所以其實這個張家界很多人以為一聽到 那不就真的要行山了 基本上這裡我們可以包含的都包含了 剛才Brian你講的白龍電梯 這個也是非常之著名的 全世界有三大之序它是拿了名的 包括了全世界它是一個叫做最高的外路 全外路的一個電梯 然後再重量也是之序的 所以我們就會坐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索度 還有一些叫做環保車 所以我們是以平路為主 只是少量的樓梯級而已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團友都會問到會不會很辛苦 其實張家界真的不算特別辛苦 因為剛才也有說到 又有環保車又有小火車還有纜車 基本上走得最辛苦的位置都會幫你避過了 基本上就是走平路 少少樓梯就可以看到這個國際級的美景 還有去到那裡當然要找回神獸打卡 是的 凡達 我還記得這套電影 當年看的時候也說應該有十年前 但是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那裡也為了配合電影拍攝場地的場景 特意弄了一個神獸 放在那裡讓大家走過去和他打卡拍照 我們也會去鳳凰古城 鳳凰古城本身在國內的名氣都非常高 我們會帶大家去看日景和夜景 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風格 日景有日景的美景 夜景也別有一番風味 是的 因為日景是一個很傳統的古城 環境可能會比較清幽一點 但是到了晚上那裡又不同了 到時候大家可以和三五之幾一起喝東西 聽一下歌 看看夜景 很漂亮的夜景 另外去到鳳凰古城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古城 那個古鎮我們叫做芙蓉鎮 那個古鎮跟鳳凰古城有點不同 剛才說到鳳凰古城在中國很有名氣 很有名氣 很熱鬧的 芙蓉鎮就會比較寧靜一點 就是一個依著瀑布而見的小古鎮 我們都會感受一下那裡的寧靜的氣氛 所以我們也會參觀多一個芙蓉鎮 這個古鎮 是的 芙蓉鎮是非常有特色的 它也是湘西的四大名鎮之一 被譽為小江南之稱 這裡看的是一個叫做土家族 一個少數民族的吊腳樓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欣賞這裡的建築特色 除此之外 剛才我們一路說不同的行程 就說一路順著玩 可能大家都會關心 那是不是每晚都要搬酒店 但是我們這個行程很舒服 我們只需要搬一次酒店 因為我們會安排大家連續三晚 就入住張家介市區的酒店 然後我們有一晚去到鳳凰古城那邊 我們會住整個鳳凰區裡面 唯一一間國際品牌酒店 這個叫做鳳仙景溫德姆至尊豪亭溫泉酒店 我們會住在國際品牌酒店 住一晚 所以這個行程只需要搬一次酒店 我們就可以走完這幾個大景點了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們這個行程 可以送我們的QR Code 其實十月也是一個叫金秋季節 什麼叫金秋呢 當然要去看看銀杏、紅葉 所以這次我們會介紹一個 北京世界遺產雙長城 古北水鎮的五天團 不到長城非好漢 所以我們這次會安排了 剛才Brian所說的雙長城 即是說我們會走兩段不同的長城 而這兩段都各有千秋 首先我們會帶大家走一個叫做 牟田御長城這一段 萬里長城也是被譽為一個 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軍事防禦工程 也有些人說 這個工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 那我們就上到這個長城裡 也可以很舒服地遊覽 原因是因為我們包了來回的纜車 去到這個牟田御上面 我們就可以欣賞它一個很遼闊的景色 還有也有Brian剛才所說的 因為我們這個也是時季節限定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叫做熊葉 這裡看熊葉很漂亮 因為在長城的兩旁 它就種滿了這個叫做熊葉船 除此之外 墓田御長城之外 我們這個行程就是一個重點 剛才我們有說世界遺產 很多時候都是天安門 天壇 二和園 這些行程當然去到北京一定要去的 但我們會有一個新少少的行程 我們會去到一個叫做古北水鎮的地方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水鄉 我們會住在這個水鄉裡面 這個水鄉到時會有日景夜景 因為那裡我們會看到很多比如說標局 那些不同的舊式建築 然後晚上又會有些現代化的表演 這個無人機表演 無人機燈光表演 孔明燈表演 那麼我們這個行程 我們就會住在這個水鎮一晚 是的 所以大家就會有充足的時間 欣賞到它的日景夜景去參觀這個水鎮 是的 還有我們為什麼會安排在這個古北水鎮住一晚呢 原因就是因為在它的附近也都有長城的另一段 也就是我們第二次去行這個長城 這個就叫做司馬台的長城 那麼我們是會晚上上去的 因為之前那段長城就日頭遊 今次我們又別有一番另一番的體驗 就是晚上 那麼我們也很特別是安排了一個夜光寶燈 每人拿著一盞 那麼一樣坐著這個纜車 輕輕鬆縮去到長城段 提著這個夜燈 然後就慢慢再去行長城 我相信這個體驗都是很多人都沒試過的 長城的日以夜 我們都會一次過體驗了 是的 還有為什麼要去司馬台長城呢 它也是中國唯一一段夜晚會開放的長城 是的 還有也是最古老的長城的一段 是的 最後一段還保留著最古老的一段 是的 所以我們也會特別帶大家去看它的夜景 最重要也是人最少的一段 是的 就是說我不會拍到人山人海 又不用迫著去拍照 沒錯 可以舒舒服服服服的好漢 除此之外 除了看景點 當然住得很重要 我們這個行程 我們頭尾都會住在國際品牌的酒店 中間就會有一晚我們會住在古北水鎮裡的酒店 我們也會包了古北水鎮裡的浸溫泉 還可以 還有啊 還有啊 這個行程我們會有額外的增遊 只要在10月10日至11月15日出發 我們會增遊釣魚桌 去看這個銀行大道 欣賞兩旁都種滿了的銀行樹 金黃色的道路是非常吸精的 真真正正體驗一個金秋的季子 是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這個旅行團的資訊 可以數這個QR Code 今次會推介一個九寨溝四姑兩三的八天旅行團給大家 九寨溝我們現在香港坐飛機 那就飛去成都 接著在成都呢 就再坐這個高鐵去到一個叫做新站 這個呢 黃龍九寨站 也都是減散了非常之多的車程的 那大概由成都東站坐兩個小時的高鐵呢 我們就可以直達去到這個黃龍九寨站的了 是想一下舒服了很多 省了很多車程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永安的貴賓呢 跟我們的九寨溝團呢 我們都有一些VIP的享受的 特別的例如 在高鐵站那裡 因為我們去到這個成都東站 有時候有些團友說 不要坐高鐵啦 要搬行李啊 好論盡啊 但是呢 我們這個VIP例如是些什麼呢 我們呢 去到成都東站呢 我們就會有專人幫你搬行李 是不是 下車跟著呢 他會幫你搬到上去的高鐵上面 所以呢 大家就舒舒服服跟著那個領队 這樣他走就OK了 是的 跟著呢 還不止的 除了幫人搬行李之外呢 我們還會有專人帶你走特別通道 上車先 即是當你看到月台閘口 每個人都迫在那裡準備上車了 但是我們永安的團隊呢 就不同了 我們旁邊開門 直接上車先 我們坐定了 上面才可以再慢慢上車 這些才叫VIP 而且真的很舒服 說到這個VIP的待遇 去到九寨溝當然還有另一個特別的待遇 就是我們會重本包安排一個叫做獨立的環保車 眾所周知去遊覽九寨溝呢 我們是要坐裡面的景區裡面安排的公共環保巴士 但是這一個呢就需要排隊啦 就是你排隊等上車去到景點下車拍照 然後你又要再排隊等 簡單地說 即是又要排隊又要迫巴士 但是呢 我們永安團呢 就沒有這件事 因為呢 那輛巴士只是載我們永安的團友 我們去一些小人一點 漂亮一點的 先拍了照片 跟著那些人去下一個景點的時候 我們就去回他們剛剛去完那個 那我們就避過了那些人流 所以我們這個安排呢 簡直是沒有得輸 游覽完這個九寨溝景區之後 我們呢 都會入住九寨溝那裡的酒店 我們這間酒店很厲害的 是的 因為我試過有很多團友來到分行的時候 他們都問的 他說 我聽過人家說 去九寨溝一定要住九寨天堂周濟酒店 但是他說 我走完全香港所有的旅行社 我都看不到住這間酒店的 但是他說 我來到你們這裡 終於看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全港獨家 會入住這間九寨天堂周濟大飯店 是的 我們會住在這間酒店兩晚時間 是的 所以大家不用搬酒店 舒舒服服 住在這間被稱為九寨溝最漂亮的酒店 嗯 講開酒店呢 我們在成都那裡 都會入住一些國際品牌的豪華酒店 一般都是市中心附近 那也都可以給大家 即是叫做一個舒舒服服的享受 那除了這些酒店之外 當然我們今次的行程 也都會重點去到四姑兩山 是的 這個呢 都是比較少見一點的行程 因為以往可能都是 九寨溝就是九寨溝的了 很少會說 有這個叫四姑兩山 那其實四姑兩山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地方呢 被稱為東方的阿爾卑斯山河 是的 其實就是一個雪山 因為呢 它四個山峰長年都披著白雪 嗯 打橫排在那裡 就好像四個少女 站在那裡 披著這個白沙站在那裡 所以就被稱為四姑兩山了 那我們去到四姑兩山呢 就會帶大家去遊覽一個叫做雙橋溝 而這個雙橋溝呢 亦都是它三個溝裡面 最舒服的遊覽一個叫做旅遊景點 所以我們會看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慢慢去走慢慢去看 是的 除此之外 去到成都 還有一個最近我們香港人很熱門的話題 是的 熊貓 因為我們有這個叫做雙包胎 當然我們去到成都 都會帶大家去看這個熊貓 我們會直接去到餓龍這個地方 去看熊貓 嗯 除了看風景之外 當然我們就會看這些人民的景色 什麼叫人民的景色呢 就是我們譬如去到成都 我們現在很流行一個叫做City Walk 是的 那麼我們行程就會帶大家去 去漫遊成都一些比較繁華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才一直說 四姑兩山 九寨溝 都是一些叫做郊區的地方 看自然風景 但是我們去到成都 當然要看它繁華的一面 我們行程會帶大家去到 譬如說寬宅寺 看他們當地人 可能吃當地的特色小食 逛逛街的地方 我們都會安排大家去的 是的 這條街非常繁華 亦都可以說是成都 很有代表性的一條暴行街 那裏面大家可以 視到當地的小食之外 亦都可以看到 隨處都可以買得到的熊貓精品 是的 現在那隻最出名的 那隻網紅熊貓叫花花 是的 剛才一直說 又吃當地小食 又吃 其實村菜都很有名的 我們這個行程 都會安排一些 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給大家吃的 這間很厲害的 真的是米芝蓮推介 還有它也是一間叫做 百年老店 陳麻婆豆腐 所以大家去到當地 亦都可以試一下 這間這麼有名氣的餐廳 是的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安排 譬如我們剛才也有說 我們住在州際酒店 是的 我們也會安排大家 在州際酒店裡面 吃晚餐 一來就去舒舒服服 吃完飯 我們可以直至回到房間 不需要再說 又要坐車回酒店 各樣那些 二來就是有質素保證 在酒店裡面吃飯 還有舒舒服服 在個獨立包廂那裡吃 哇 這個行程真的很精彩 包羅漫有 看風景也有 城市裡面的一些叫做 很熱鬧繁華的街坑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想了解更多這個詳情 就可以送我們的 QRCO 去年我們也舉辦過一次 12月這個團 亦因為很多團友的feedback 非常好 所以今年再遇歸來 我們永安旅遊聖誕隆重呈獻 這個芬蘭聖誕老人見面會 他就是去東北三省 是的 東北三省的八天行程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 這個芬蘭的聖誕老人 不是隨便找個人來扮 你不可以叫巴人 我這樣的身形 有個肚腩去扮聖誕老人 掉頂聖誕帽就說我是聖誕老人 是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特別邀請了 芬蘭的聖誕老人 芬蘭的聖誕老人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他們經過專業的培訓 他們要上學 要讀書 有證書 他們連怎樣走路 怎樣笑 怎樣說話 甚至乎他們很了解聖誕節的歷史 所有的事情他們都要一清二楚 才是真真正正的芬蘭聖誕老人 這個芬蘭聖誕老人 大家可以和他拍照之外 他亦會親手送禮物給我們 這麼多團友 是的 這相信也是大朋友小朋友 最喜歡的環節 親手收到聖誕老人的禮物 機會實屬難得 如果你在12月生日 還有一個特別呈獻給大家的環節 就是你和聖誕老人一起去設這個生日蛋糕 哇 即是又有聖誕節 又有一個難忘的生日 我們會從福爾家莊園 揭開我們聖誕節的聚幕 福爾家莊園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哈爾濱的一個 裡面有很多房俄羅斯式的建築 我們會在那裡有一個傳統的俄羅斯的迎接儀式 然後又會在那裡看看俄羅斯的歌舞表演 之後聖誕老人也會在福爾家莊園裡的森林木屋裡迎接大家 大家到時就可以在那裡和聖誕老人拍照 然後到了聖誕節當日 我們也會有特別活動給大家 我們晚上會安排一個叫聖誕晚宴 大家可以一起開開心心 在酒店舒舒服服地吃這個聖誕大餐 我們會重本安排在酒店香格里拉 去進行這個叫晚宴 是的 這個晚宴除了我們會吃個自助晚餐之外 我們也會有俄羅斯的歌舞藝人表演 然後也會有聖誕老人唱聖誕歌曲 講聖誕故事 然後小朋友也會上台和聖誕老人互動 是的 所以這晚的氣氛絕對是高漲的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去到東北那邊 首先最不能錯過的就是去這個冰雪大世界 在這個冰雪大世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主題樂園 裡面除了可以拍到不同造型的冰雕 大家也可以玩一些叫冰償的活動 是的 這個每一年是哈爾濱最重頭的節目 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個冰雪樂園 剛才說過 真的很漂亮 我們也會安排大家 早上黃昏夜晚 有足夠的時間給大家看不同的景色 除了冰雕之外 我們也會去到太陽島看雪雕 我們會去參加這個太陽島國際雪雕藝術博覽會 因為哈爾濱在太陽島這個地方 也是雪雕藝術的發源地 我們會去到那裡看一些 許許如生的一些雪雕藝術品 雕塑品 我們也會包了門票帶大家進去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也是冬天才看到的景色 在吉林那裡很有名的 看這個叫做冒蟲 是的 這個是中國四大的自然景觀其中之一個 看冒蟲的樹架 這個地方看的景色當然首先是很特別 它是要兩個條件同時具備 才可以看到這個奇觀 第一就是要溫度夠低 第二就是要有充分的水分 兩個條件都齊了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個叫做冒蟲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我們揭開聖誕的序幕 就是在福爾加莊園 我們行程會帶大家到福爾加莊園 裡面有三十多座不同的俄羅斯式建築 因為據稱莊園的主人很喜歡俄羅斯的建築 所以他就特地在這塊地上 建了很多不同的俄羅斯式建築 甚至裡面有一座一比一復原 複製哈爾濱歷史上很著名的 一個叫聖尼古拉大教堂 有一個一比一的建築 我們這次都會安排大家去到 長白山這個地方參觀 我們是會有一個叫做 重本是包了這個叫做遊覽車 大家就坐著這個遊覽車 上到山上再轉成它的這個叫做環保車 那我們就會上到頂 基本上它都是比較舒服的遊覽方式 我們都會住在長白山景區附近的酒店 在冬日的時間這麼冷的情況下 當然是浸個亂粒粒的溫泉 所以我們會住在長白山的溫泉酒店 我們也會包了無限次淫浸這個溫泉 然後我們是永安貴賓 我們當然有VIP式的享受 所以我們去到這間長白山溫泉酒店 我們也會有VIP專用的一個叫做更衣位置 所有locker或者更衣區域 都會只有我們永安貴賓才可以用到的 很有臉 是啊沒錯 然後這個叫做長白山 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去到這個東北 都會有人問我 我們有沒有看的 大家是可以超近距離去看這個叫做東北虎 是它是獨有的品種 所以你可以在這裏拍很多不同的照片 是啊 很多時候團友都經常說 東北三省要走三個省 車程其實是很長的 但是放心 現在我們會安排大家坐高鐵 我們中間會有兩座高鐵 那就截散了很多車程 你說坐高鐵是什麼特別好說呢 其實這個高鐵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蝦大高鐵 是世界上第一條在這個極寒地區 可以抵禦-40度的情況下 都可以走到每小時300公里的一個高鐵 是世界之最 當然我們這個團在食住方面都非常好的 是啊 我們這個團住的酒店真的沒得輸 我們全程住國際品牌酒店 是的 我們會入住這個叫做香格里拉酒店 還會保證看著這個松花光景 還有我們還會在酒店裡吃這個叫做聖誕晚宴 也會安排一個在酒店裡吃晚餐的環節 是的 連續三晚都會在香格里拉酒店那裡吃晚餐 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冬天打邊爐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在一個冰屋的環境裡面 打邊爐呢 就是冰火交融 所以去到這裡當然要試 是的 這個又吃得好又住得好 又有美景的白雪飄飄行程 真的 這個行程還有聖誕老人看 那麼精彩的行程就數以下QR Code 好了我們這次這個開箱旅行團很精彩 一連串介紹了四個行程給大家 由秋天幫大家安排到冬天 十月玩到十二月 我也幫大家計算那些日子 一次過報了四個行程 是不會撞日子的 可以一次過報了 沒錯 那麼我們這次去了哪裡呢 我們去了張家界 北京 然後東日的九澤溝 最後一個就是聖誕節限定的 和聖誕老人見面 我們去東北三散 是的 當然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都不會虧度我們的粉絲 我們會有些優惠給大家 是的 限時限量 最高勁搞 四百 那麼大家記得去我們的分行 熱線中心 Apps 或者永安旅遊報站 報名 記得還要Like Subscribe 還有按下個鐘仔 優惠優先太 開箱旅行團 廣東省短線彩蛋優惠 週年推廣團 兆慶良天團 唱由愛麗絲羅曼和華城堡月光流域 保證入住白天鵝旗下 兆慶白天鵝營賓館 行程中更加會享用到 慈明金湯花膠雞 以及紅燒乳甲宴 特色報記錄計 以及慈明石子焗黏魚宴 不想錯過 快點報名 。